这是什么比赛让国拼大满贯得主张继科连丢三局陷入绝境之中 这又是什么比赛让张继科连追四局上演惊天逆转 把对手打得落寞离场 这是2010年世界杯南钢棒决赛 张继科让伤追四神奇逆转水谷笋的经典仗义 也正是因为这场比赛张继科彻底把水谷笋打服了 之后水谷笋每次看到张继科眼神中都只有崇敬和膜拜 水谷笋还曾在社交媒体上狂吹张继科 表示后者就是灌篮高手中的刘川峰 同时在2015年世拼赛两人再次交手前 水谷笋还高调表白说道 明天要和我的神见面了 不得不说水谷笋真的是张继科的第一米地 这简直就是爱上苛刻了啊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张继科究竟是如何将水谷笋打服的 独播放选拳 他旦门越略不得选择 重选择 遇责 独播放选拳 打这波 前三局比赛,水谷笋攻势迅猛,反光张继科则跟没睡醒一样,回球软绵绵的,失误还非常多,被水谷笋连下伤成。 第四局,张继科终于苏醒,主动加强了上台的频率,打乱水谷笋的节奏。 水谷笋的回球质量明显也在下滑。 这局双方激战至8比80,张继科上台打得水谷笋,节节败退。 只可惜,最后的西短球失误了。 尽管一只脚踏在悬崖边上,不过张继科还是靠着强大的霸王领,连续取分。 以11比9,扳回一局。 第五局,张继科乘胜追击。 移上来就是连续的重扣。 比4,张继科乘胜追击的第一次。 比4,张继科乘胜追击了。 比4,张继科乘胜追击了。 比4,张继科乘胜追击。 水谷笋明显已经挡不住张继科 如潮水帮的攻势了 11比5张继科再追一局 第六局水谷笋状态回暖 一度7比4领先 不过张继科还是有王强将比分追上 不过张继科 在这边很深入 往左边 他习惯了 关键时刻水骨笋连续拿到赛点 但都被一一化解 最后张继科还连得3分 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第七局 水骨笋明显已经体力耗尽 反光张继科则是越打越兴奋 连续的进攻取得9比2的领先 最终张继科11比4轻松胜出 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赛后张继科疯狂挥拳庆祝 而水骨笋则是一连沮丧 落寞离场 虽然是输给了自己的偶像 但3比0领先都能被逆转 放了谁都不好受啊 酱辨舞 给了 jangan阻 kid 找到胜中的 这根团是来到胜中的